欢迎继续收看最关心的访问的文宁新闻 为了提醒苏星 性别变定 外境 健康的关联 文宁官政府18号 抵护美国省 基本111年度 优先提供党员行业用品 推动方案以措施件事 有专官国中以下 台欧200位 经济告诉参务 希望透过党员 官党的选择 共和苏星实在以及了解 外境 教育 博军来塑护美国省 都因为优先护美国省 文宁官政府今天在博军中博军基盤1102年度 优先提供党员行业用品 提供方案 及措施演示 并表示会提供国中小 六岁家庭每个月200块的行业用品 保护他们的身体健康 今天针对我们所有学校的这些 护理人员还有承办人员来做一个课程 未来回到校园里面针对月经的教育 能够非常清楚 男女有别本身的一个生理状况 让他们能够认识的 所有国中国小的孩子 我们给他所有低收入户跟中低收入户 还有我们学校老师认定的社会边缘户 这些孩子在生理需要当中 我们每个月给予200元的生理用品 让他们在卫生方面在健康方面 保护住我们所有的孩子 另外 管夫也表示 但是如果学生在好好有生理用品的需求 也能够保护中心 或是学务处向老师的领袖 挑战学生欢乐如何做得好 像我们为国小这么大的话 其实多多少少都会遇到学生 有时候带的数量不够 或者是说 他可能刚好生理起来的流量比较大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有紧急需求 学生如果真的在学校遇到了这个突发状况 不会很担心 有其他一般的学生 不分对象 如果你在学校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现在是放在我们学校的保健中心 另外还有在学务处 你随时都可以到那个地方来领取 我想这个让所有的学生能够更方便 管夫也特别做押萍提供老师输用 希望旧处到学生实施和输用心理用品 何时处理和保险 押营生肥评件 将来学校有多数教育 以及生肥评定的基础 那另外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姓平辅导团 那针对于这个我们性骚扰 跟月经教育的部分 制作的两支的影片 未来能够提供给各校 来做这个教育上的一个宣导跟使用 那也希望各校透过今天的种子教育的演习 保护学统的安全是我们更重大的责任 相信透过管夫和学校的能力 一定能够给好方的环境尽管它优先 接下来是蔡宏博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